逝逢國家圖書館90週年館慶之際 來自德國、加拿大、捷克、波蘭、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新加坡 共7個國家的圖書館館長以及副館長 在國家圖書館館長帶領下參訪高雄市立圖書館 市長陳其邁也特別出席與外賓分享高雄的人文之美 這次來的主題是帶到我們的圖書館 希望下次時間多一點出席館變成一個復家的這個拜訪的地點 那其他多花一點時間可以好好享受 和台灣人民的熱情跟美麗的風景 高仕途自2014年落成開館後成為許多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陳其邁在會中也再度強調高仕途在這座城市中擔任的角色以及重要性 因為我們在2014年圖書館的改建 有很多其他的台灣的其他的城市也都來這裡光盟 因為高雄是圖書館的這個興建成為台灣新圖書館運動的起點 高雄過去曾被稱為台灣的文化沙漠 但如今已經蛻變為文化之都 陳其邁直言高仕途的發展功不可沒 這個圖書館也是我們高雄的國家 書本除了讓知識更有力量 也是傳遞普世價值給大眾的重要窗口 我發現全世界圖書館做得比較好 或者是圖書館是受到人民的喜愛 通常這個國家都是注重跟全民主資格的國家 國家圖書館管慶之際邀請各國外賓 其聚高仕途體驗在地文化 也藉機提升高雄的國際能見度 展現書相外交 記者黃冠維蘇宇文高雄暴動 謝謝大家 還有